不是底下的區塊 剛剛是抓這個區塊嘛 它剛好 所以特別注意 它剛好是他們那個什麼 BUB02的12 這個是這個編號0 這個編號1 它剛好在2的位置 所以我們就抓這個區塊裡面的資料 當然如果你要抓別的區塊 你就給編號 編號變更之後 然後再去找裡面的東西 其實就OK了 所以理論上 這邊的話用FindAll兩次 就可以把裡面的資料 給通通抓取回來了 OK 另外的話呢 我們可以變化 假設我要抓的 是上面這個叫什麼 雙銀財 什麼雙銀財 其實我對這個完全陌生 因為我其實很少買 買這種 因為買了 想說應該也不太會有偏財運吧 然後買了 種了又覺得很煩惱 到底是要怎麼辦 如果種獎的話 要思考說到底要不要把它捐出去 還是繼續繼續過自己的生活 不然的話呢 中了獎太多錢 反而是煩惱的開始 沒有 我是這樣想 OK 那每個人不一樣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還是不要買好了 好 那再來的話 這個區塊 所以這個區塊怎麼做 第一個 按右鍵檢查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區塊 第一個 它是什麼 contents bugs 剛剛02 它變06 那到底有幾個這個一樣呢 我一樣 Ctrl-C C Ctrl-F 點兩個下嘛 幾個呢 它會告訴你說一個 match 表示說呢 這一個網頁原始碼裡面 叫做這個的class只有一個 唯一 一個的話 你就用file就好了 你就不要file all了 OK 所以這個是我習慣的方法 因為Ctrl-F 就尋找 就file嘛 那file不是跟 那個 我們做的動作 就是那種file跟file 其實是一樣的動作 只是說 file all它會幫你抓回來 但是我們手動 它只是知道 知道某些訊息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習慣的方法 那我覺得這一招還蠻方便的 第二個的話 就裡面要抓什麼 抓這個叫做 有沒有 go blue 那總共有幾個 我剛剛算過了 總共有12 12 24個 24個 所以一個串列有24個 編號從0到23嘛 然後切成一半一半嘛 0到 11 到 再來12到 23 然後分兩個區塊 分別做什麼 開出順序跟大找順序 所以如果說我要拿 剛剛的程式來修改 其實就可以了 所以 你如果不想重新再 再另外採這個module 我的希望是把這個module 按右鍵複製一下 然後再把它貼上 貼上 貼上的話 也許你就把它改一個名稱吧 這個不改了 反正就改2好了 OK 然後再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其實就有點像類似範本 那你基本上不用改太多 第一個改哪裡 改這個地方 有沒有 上面這四行都不定 那這邊把它改6就好了 那因為呢 只會一個 所以你不要fine all 你就fine就好了 來 沒有一個吧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data1也不會有很多個 所以中瓜戶這個一定要取消掉 然後呢 後面的話呢 這個yellow的話 就把它改成blue 不過最好是不要自己打 最好是複製貼過來 保證不會錯 因為之前有同學 看起來好像很甜 你自己打 奇怪了 看起來一模一樣 就是錯 後來我說你自己貼 貼了就對了 不知道為什麼 OK 如果你遇到這種問題 也不用 不用想太多 複製貼上就好了 像那個檔 你用那個檔名 貼過就OK 所以像我後來 我就避免錯誤 理論上我就這樣 點它兩下 Ctrl C Ctrl V 這樣保證不會錯吧 OK 反正的話 我還是不建議你用 所以即便是 好像不會出錯 但是我們還是保險一點 好貼了 保證不會錯 所以我說我寫程式 盡量都用那種比較安全的做法 所以也不太會犯什麼樣的錯誤 有沒有 這樣OK了 有沒有 第一步抓到了 第二步的話 就把它裡面所有都抓回來 裡面24個 所以我的順序的話 就是什麼 0 0到12 因為11 0到11 然後這邊的話應該是12 OK 然後到最後一個就23 而Legs24 24 所以 到23停下來 所以剛剛好 這個範圍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開出的順序 大小順序 這邊有換行 OK 底下第二區這個沒有了 所以就把它delete的掉 這樣的話呢 我們程式就寫完了 OK 所以有的時候啦 其實哪範圍來改的話 其實還蠻快的 OK 但是你要注意細節 我們不能說一下子 馬上全部都要亂了 就錯了 OK 執行一下看 要不OK 不過呢 如果有錯還是很正常 因為說真的 一次要改完馬上正確 那真的 除非說你已經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就正確 OK 我不是說我非常非常厲害 OK 我只是說剛好運氣好的時候就OK了 不過就是要很清楚啦 其實 說真的這裡面也沒有多什麼東西啦 用來用去 其實就跟之前講過的 沒有多什麼東西吧 其實Python我覺得它蠻好用的地方就是 它其實也沒有多很多東西 你只要會用外掛 然後呢 用來用去就是那些方法 比如說回圈啦 比如說串列啦 OK 大概基本上就夠用了 只要按照 需要的 該給什麼 給什麼的話 理論上 最後結果就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這部分 試著雙銀彩 試著改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就來換一個範例吧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那請各位試試看 再來就是雅虎股市 比如說網路 雅虎股市 比如說你如果買股票的話 當然一定會 很關心 比如說你買的股票 每天到底是 到底是漲跌啦 等等的相關訊息 那 你 假設要抓這些資料的話 不需要每次都開一個網頁 隨時甚至他會自己 甚至寄給你是最好的 當然什麼時候寄給你 比如說你希望那個點數出現的時候 他再寄給你 或者是你有個公式 你把那個公式帶進來 他最後得到這個結果 假設那個點數出現 他就通知你一下 他倒也是 蠻方便的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練習就是 如果 剛剛這個做完 再來就看一下雅虎股市 如何抓取